欢迎刘嘉玲小姐 嘉玲姐哈喽 10月25日 著名隐形刘嘉玲现身海港城港威商场大堂 出席佩斯里时代服装品牌的开幕活动 穿上碎花裙的嘉玲姐显得心情轻松 气色油家 摆出非常活泼的姿势任记者们拍照 嘉玲姐透露最近都在徒步爬山 欣赏大自然美丽的风景 十分惬意 因为我现在很喜欢行山 没有跑步那么剧烈 但是又可以慢慢地欣赏大自然的风景 那又可以运动 非常之好 说起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在坐在悬崖上的照片 嘉玲姐坦言 现在回想起来的确是有点危险 劝大家不要学 登山一定要把安全摆在第一位 但是 我都觉得不是挺好的 因为坐在这里都是危险的 所以我的朋友都有提醒我 还有我都有提醒 行山的朋友都不要那么危险 坐在那个石头上 因为不小心会发生什么事 就不给我了 嘉玲姐表示 下半年处于休息的状态 跟老公梁朝伟可以有更多的时间相处 幼稚围在现在的状态难以突破 要慢慢寻找方式 我基本上都是在帮她推 她可能还没找到一个 她觉得有挑战性 适合她的剧本 慢慢来 不着急 因为到她现在这个stage的演员 要突破是挺困难的 非凡娱乐 香港报道